TYLighting, 指此一家, 絕無分店 提防假務 歡迎WhatsApp 9205-3831 大家好, 大家有沒有遇過家裡有電器漏電 但見用起來沒什麼問題 那就不理他呢?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客人家裡有電器長期漏電 但最後引致大廈總裁多次調製 令到傳統大廈停電 這就是當時管理公司發給戶主的大廈調製調查通告 這次發生問題的地方就是大埔花園 由於這次測試要求比較高 需要經驗豐富和擁有相關儀錶的持牌電工進行測試 所以大廈的註冊電力承擔箱委任了Tommy師傅和另一位師傅進行這次的電力測試 目的是為大廈找出漏電的單位 作為單位找出漏電的電器 以下就是Tommy師傅實地檢測的情況 不過事先聲明 不要 不要無方片裡的測試 因為是很危險 根據電力條例第406條 一定要符合合資格持有有效電工牌照的人士 才可以做和電有關的檢查和測試 Tommy師傅用了一些特別的方法 先尋找漏電線路的位置 之後再用儀錶確認相關的發現 現在大家看到是用三個鉗標去做測試 因為要真實確認相關的結果 所以要用三個不同品牌的鉗標 再三確認讀數 找到相關單位之後 Tommy師傅在單位中的MCB進行測試 很快就發現工人房有異樣 原來工人房近來安裝了一部新的冷氣機 冷氣師傅貪方便 直接把冷氣機經天花燈取電 Tommy師傅再為天花燈進行測試 發現原來燈具是處於漏電的狀態 另外Tommy師傅也懷疑 控制燈具的長壁燈掣 接線部分出現老化 有點接觸不良 一直有產生火花的問題 Tommy師傅就把檢測的結果和問題所在 報告給護主 讓護主可以找一個註冊電力承擔箱 找任一個適當級別的電工 去修正相關問題 所以奉勸大家 不要因小失大 不要為了貪便 網購或者淘寶一些有問題的產品回來安裝 另外安裝新的電器產品 必須找合資格的人士 好好規劃線路的佈局 就像這次的案例 護主作為裝置的擁有人 除了要付上自己屋內的維修費用之外 還要承擔大廈調製 和檢查總製的相關費用 大家記得購買燈具風扇燈或其他電器 必須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 而且家裏所有和固定電力裝置有關的安裝 改裝 和維修 必須找註冊電力承擔箱 委任一個適當級別的電工 去進行相關的工程 這次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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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